谁懂啊 又被影视剧娇妻文学给创了 我是真的想喊一句 一念关山 退钱 大女主传奇剧 报改小娇妻 编剧 出来聊聊人生吧 大结局 人如意训情上了热搜 人如意训情 其实结局剧情很简单 宁远州战死 人如意与北盘人同归于尽 为所有人赢得了一线生机 本来也可以理解成为大义训国的 但是 人如意临死前的回忆走马灯礼 伙伴朋友 精彩经历这些全都没有 只剩下和男主的谈情说爱 你你歪歪 最后 留下这样一句内心独白 你不在 这个世界对我来说 就太近 那感觉就像 一棵坚韧的树 硬变焦花 真想连夜送剧方一件魔法披风 不光是结局创人 剧组的娇气台词也很炸裂 真的 就光剧里这一句话 凭什么你就能遇到这样的男人 你给我看笑了 编剧体现女配不甘 就让他在男主面前诋毁女主 他跟我一样 都是从白雀堆里摸爬滚打上来的 天天跟在男人的身边虚情假意 不管多很多的事情他都干过 他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然后女主明显就有些慌了 直到得到男主一段山金告白后 他笑了 在我心里呢 他以前无论做过什么都跟你不一样 而且我也可以告诉你 我也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我俩分生一段 然后就是开头女配的那句娇气台词了 凭什么你就能遇到这样的男人 服了 人如意的价值体现全靠男人的是吧 剧里让人不是的台词还有很多 形容男人女人是这么说的 每个女人都是一朵花 每个男人也都是一棵树 刘诗诗明显不赞同 在剧外反驳 人如意是一棵树一只孤狼 我可能会觉得 如意不是朵花 可能是一棵树 它是有根的 它是坚韧的 它是可以独当一面的 我这个角色其实还蛮特别的 像孤狼一样的人 但主演的硬气改变不了剧里编剧 把大女主 变成年人促进小娇妻的事实 你要是以后 敢在我面前替别的女人 我保证你连开口的机会同白 太割裂了 好像前期清醒的女主都是一场梦 谁说女子一定要嫁人 嫁人有什么 人生莫做他人妇 百年苦乐由他人 这张剧粉也挺割裂的 纳萍 在夜战群囊的那个夜晚 师傅就已经死了 现在是被人夺舍的娇妻 一个字 绝 女主设定武力值很高 却也要靠男主 本来可以一个人解决的事情 最后非要男主带着BGM从你而讲 官方媒体睿频 既想要大女主不依附男性 又想增加撒糖互动 好像离开了宁远州的帮助和拯救 人如意就无法独立行走江湖 又要女主搞事业 又渴望强大的男人 这熟悉的风味 我定见一看 编曲张威啊 这就不奇怪了 毕竟是写出孟华路的能人 是他把赵潘尔救风尘的故事 形成了贯夫姓 一双截路的变味娇妻文学 你有没有想过 你做了水鬼 我以后怎么办啊 顾肇事 我说顾肇事啊 我有说错吗 我说要娶你 你也答应过 你自然就是顾肇事 为什么后期 越来越多观众觉得不是了 因为编剧打着大女主旗号 行娇妻之事 看似赵潘尔白手起家 经商有邦 实际剧情和台词 却将所有能耐和炫耀 都依托在了男性职设上 前期强调前夫哥的 举人郎君许我奉官侠配 后面强调盼儿官人真有能耐 你瞧瞧你现在这样子 就差脸上写几个大字了 好啊 我官人生能耐 编剧后期的台词画风 就是这样的 我们手上的钱 加上这间茶坊 最多也就值七百官 剩下的钱 就要靠盼儿未来的官人出来 告命夫人 难不成您的夫君是 五品哪 比欧阳旭的八品还高 帕尔的官人能出钱 能让他当告命夫人 平时口号自立自强 靠自己 关键时刻靠官人 要不是购钱翻说 开酒楼就要开个大点的 钱不用担心 我拿去看我一楼吧 宣传打着大女主 互助女性旗号 结果张薇写出这么一段 猜忌自己姐妹的话 说宋尹章 嫉妒自己的好姐妹 有个好男人 所以攀比要嫁力一个男人 那还能因为什么呀 嫉妒呗 你想啊 当时他都能因为那个什么欧阳 作为禁食 就一门心思要嫁尽周舍 如新 咱们派尔姐都要当上告命夫人了 她还不得赶紧跟她成床 片剧 你这慈敬娇妻风 简直信手担来啊 最后 她又写出了 区区杀父之仇的剧情 更是创造了大批观众 就因为你电视小情言 是害得我 父母上网 早早轮入见计的元凶是吗 这是我跟你之间一条无法跨越的血海深仇 那是你迈不过去而已 从梦华路到影脸观山都是一样的套路 用大女主把人骗进去 再用娇妻文学被刺观众 张薇啊 你好歹毒的心啊 我还当个韭菜 这两部剧开播的时候都安利了 现在就此立事 此生不愿再被骗了 我他们就是从真跳下去 也不会再看娇妻编剧张薇的一部剧 今年 创伤观众的娇妻文学 何止张薇一人 比如唯有暗将来大结局 自我救赎大女主突变娇妻文学 本人满头问号 也许每个女孩 一生都会遇到那么三个男人 这啥呀 这些 再比如 长风度编剧白金简 直接剧情弱化女主人设高光 反成男主苏点工具人 睿智独立的柳玉如 成了需要男主多次提点才能进步的娇妻 举个例子 柳玉如想到解救自己的最好方式是家的男人 拼命想让男主替他这个告命 你要真想写清醒独立女主 至少也得是这样的吧 长风度编剧白金简还能有工作 下部剧是于初心的永烈心格 依旧买雷娇妻剧情和魔感女主高光 变态粉丝大肆特思 以爱为赢女主 就是口上说着清醒搞事业 我不会让爱情影响我的事业 但我也不会为了事业牺牲我的爱情 实际把交际行为刻在了骨子里 别的女强人用能力打脸 让对手毕恭毕敬 我也想知道谁能做我这个位置 我在哪里 哪里就是直播间 而郑舒逸用男朋友 让人毕恭毕敬 我男朋友就是有钱 怎么了 不仅有钱 回头你见着我男朋友 不还是得公公进去呢 你说是吧 土营编剧熟读霸总交际文学 女主说得气 让男主发挥魅力 找回场面就可以了 看什么呢 见到长辈不过来打招呼呀 算了 给我的人泼了一身脏水 就这么算了 问过我了吗 师总 我没有让你解释 我不想了解过程和真相 我需要你道歉 对不起 谢谢 小学来 火锅名场面里的焦气含量 已经达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 但我外出你说了点事情 我必须得去 我可以自己把火锅吃完 不管他们觉得我有多奇怪 我都可以一个人把火锅吃完 然后一个人打车回家 你放心去 毕竟我是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 一个人作战士火锅也不会被控刺 你忍心你舍得的话 去吧 你没事吧 真想问问 编剧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下 能写出这样焦气又恶心的台词啊 爸爸 华华 嗯 我可想你 就是一句话 恶心 剧里的女角色体现价值 不用工作能力 而是靠男人攀比 为了男人辞敬情结 数不胜数 真的很好笑啊 土鹰这样的剧里骂人方是活该你没人要 而TVB的骂人 找个男人嫁了吧 哼 说到这儿必须要说说白露的另一部剧《长月静明》了 也是娇妻bug迭满 区区灭族杀部之仇 在她穿越后化为了绕纸容 剧方也紧让娇妻做宣传 什么战神眼疾惹娇妻心疼 信皇公主抱娇妻 娇妻表白 娇妻贴夫求爱 好像除了娇妻没有别的形容词了 离苏苏距离人设 哎 也确实紧贴这两个字 她是一巴掌扇进怀里柔弱不能自理的神女 是声称想为杀妇仇人 骑手做羹汤 端茶倒水的神女 我竟然想一直陪在你身边 跟你煮汤做饭 跟你端茶倒水 明明是女主 却在编剧手下 写成了只会围着男主跟着傻白甜 没有高光 只剩娇妻 网友精准总结 剧里女主爱天下的方式 就是围着男主转 男主爱女主的方式是拯救苍生 对比之下 反而是声称只爱自己的女二 成了全剧最正常的人 在这世上 没有人比我自己 更值得我去爱 现代剧里的娇气含量也很大 人间烟火编剧 能写出这么清醒的台词 我们好不容易把你养大 宠着你 爱着你 不是为了把你送到别人家 去刷碗 洗衣服 擦地的 也能写出这样 游言不尽的白州娇妻许庆 前两天她来家里了 她在那儿 她给我做了粥 第一次觉得有家的感觉 宋燕对着个屁股搓个地 她也觉得好甜蜜 娇羞告白 你也太宠我了 娇妻文学必须配套霸总 宋燕的霸总语录 足够让人服饿苦笑的 明天打车去上班 明天打车去上班 别急几天了 公奉几人都 没钱没中的 也会受伤 就是这样的男人 让许庆娇心上头 爱得无法自拔 甚至可以为了他去死 我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可以为了他去死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 没有男人重要的公主 难道我们父母 还没有他重要吗 如果我说没有呢 李循的事情 我在乎 李循 你选我吧 我绝不会玩 卓院的娇妻 不光是台词和剧情体现的 还有平台认证的 什么小娇妻委屈求报报 小娇妻私奔追爱男神 小娇妻被男神吃醋求爱 哎呀 我都快不认识娇妻俩字了 更让人心塞的 是用大女主把人骗进来 后期转娇妻剧情 被赐观众的剧 李循 一路朝阳 前十集 我以为这是上级女强人 升级的故事 后面去安排密资剧情 让她爱上离婚 带娃又亲战的大叔 无法自拔 并申请告白 我已经想好了 我可以给你签婚签财产协议 你所有的资产 股票 房产 我通通都不要 我也可以放弃做遗产集成 我就想给你合法的走下去 据说这句前十集和世纪 后是两个编剧 后期想搞事 也又要搞娇妻情节 把人看得心累 咱就是说呀 逻辑不自洽的伟大女主 真娇妻才是最杀人猪心的 以前的小娇妻 本来就是躺平人设 我可以回归家庭不搞事业 现在是大女主交期 两份饭通吃 把人骗进来杀 这谁看了不愤怒啊 记得一见三连哦